謝謝各位朋友 都讓我介紹今天的記者會 今天歡迎各位傳媒的朋友 今天的記者會叫做 微調面積不理想劣則軟捨須取題 我們永別劍橋康橋工作小組是主辦的 永別劍橋康橋工作小組有議員彈的議員 亦都有一些民間組織 包括小林民主教室 包括嚴協 包括一些殘疾人士的組織 以及關心長者的組織 其實永別劍橋康橋工作小組 就是源自康橋和劍橋兩件事 康橋橋事件就是2016年 就是在院舍發現一些性侵的事件 另外劍橋事件就是一些弱老的事件 在2015年發生 我們這班朋友是集體透過一些不同的行動 是迫使到政府要去修訂院舍條例的 在上年政府就在社署成立了一個 檢視院舍實務守則及法例工作小組 我們負責去修訂院舍條例和實務守則 其實這個院舍條例 是20年已經沒有修改過了 因為各個慘劇和事件的發生 在很多代價下才迫使政府去正視這個問題 以及檢視院舍條例 所以其實今次我們是對於這個法例修訂 是非常大的期望 而其實這個工作小組現在正進行討論人均面積 我相信各位傳媒朋友應該都會 近來都是一個比較熱門的話題 包括局長 包括安保市委會的主席林鄭財 都有不斷地接受訪問 去說回現在如果院舍人的面積調高的話 有些不同的後果 我們今天是特別想議政視聽 因為我們覺得局長也好 林鄭財主席去回應的時候 都有不少謬誤 我們覺得這個不是我們民間提出 八加八方案的原意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最主要是想回應 政府羅智光局長和一些輿論 去講八加八方案的謬誤 我們希望給回尊嚴老人家和殘疾人士 我現在先請劉曉麗老師 去講一些背景資料 謝謝 謝謝各位 其實我首先去講 政府的回應 的確是在輿論我們的市民 以及去默示我們 去提出這個八加八方案裡面 一些實質的細節 譬如怎樣輿論呢 羅智光局長回應的時候 就說我們很理想 譬如他曾經提過 即使一個單人的公屋 其實那個公屋戶 只不過是拿著百多尺 那我們的八加八的方案 都成百多尺 那其實會不會過分得太呢 他這個類比 是完全混淆視聽 是一個很錯誤的類比來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八加八的方案 實質上是說 寢室只是八平方米而已 八加八的所謂十六 其實是連同一切可用的空間 即是說 藥房、辦公室 即是國安老院寺裡面 或者提供物理治療的訓練場地 活動的空間 那所以真真正正長者 所居住的那個空間 那個寢室只是八平方米而已 而不是他所說的一百多尺 十六平方米是包了所有的可用空間 所以他這個類比 其實是陷長者於不義 即是完全是一個錯誤的類比來的 即是完全有心去欺瞞公眾 另外一個政府的回應就是說 喂 這樣可能造成一些私營院社的結業 有些長者可能會被人趕走 其實呢 他也是漠視了我們要求的 是一個循序漸進的方案 是不會有院社 即刻就頂不住要結業的 是循序漸進的要求來的 而我們細心點去看看 其實一切的問題 是因為政府 在安老的政策方面 一直只是口號自說 不是做實事 根本整個安老的政策 就千瘡百孔 所以才會出現 他們以為的 口中以為的 會出現的危機 如果他們真是有心去做好安老政策 而在各個方面都是做實事的話 根本不會出現這件事的 譬如我們實際的去講一下 根本現在呢 院社裡面呢 事實上我們去關注的 就是那些很殘疾的 很殘的長者 他們自己是 可能要用輪椅去出入 要符號 他們實際上 在很多的專業人士的評估底下 的確是需要 那個殘疾要有八平方米的 但是政府就說 很多人在住院社 如果這樣改 就可能是結業 就是剛才那個論點 但是我們如果去注意 事實上是居家安老的服務 做得不好 根本有很多人 其實是沒有經過 那個統一的評估機制 有成二萬多人 是現在住在院社裡面 其實他可能 如果當我們的居家安老的服務 是提供到實質的服務 而不是只是一個口號的話 那些人是可以 在他的社區裡面 去被照顧 是安老的 是沒有那麼多人 逼爆的院社 現在是因為居家安老 只是一個口號 並沒有做到好的 即是實際的服務 所以就有 其實未必是需要 那麼多照顧的人 住了入院社 所以造成好像人口那麼多 如果那些東西有一拼去改善的話 實質上院社的需求 就沒有那麼嚴峻的了 那麼我們的確是可以 循序漸進去托大空間的 與此同時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政府一直建院社 都是歸速地去建的 建一個院社要十年 就是因為整個政策 是部門之間 是完全是思維素撐 是不會去互相調節的 根本要建一個院社 可以很快去密地 或者甚至乎 如果我們建公屋的時候 公營業的房屋的時候 就已經想定 就是會建一個安老院的附帶 那些人就可以 在社區裡面有一個安老院 而且建的速度也很快 是因為我們建院社的政策 不好 我們居家安老只是口號 所以就造成現在院社就迫爆 而他們就認為 一改一個政策 或者一改一個要求 就會出現危機 所以我想說的就是 一方面我們見到就是 安老的政策 不是只有條例要修改 是整個政策 要做到實際服務 根本現存是千瘡百孔的 如果我們在多方面 有一齊去改變 然後循序漸進地做 實質上是有希望的 而更加重要的就是 政府要注意得到 是我們是一個 循序漸進的方案 如果我們是要求 五年後 十年後 有這個改變 只要各方面去配合 其實是一定是 做得到一個理想 問題就是 現在我們只是 針對條例 而沒有一個魄力 沒有一個意志 在實質安老的政策上去做實事 如果一直維持 只是各方面都是口號的話 那就出現難度了 所以對這件事來說 我們是要求局長 要求政府 是要有個意志 去做實質的改變 而不只是在一個條例做一個明天 那我就去交給兩位議員 在收納市組裡面 去講一下一些細節 謝謝小禮 昨天我在行政長官答案大會裡質詢林鄭 究竟她對於現在我們院舍 包括安老院舍和殘疾院舍 那個現實 她有些什麼的願景 我是問她 就是 我因為之前也嘗試約她 去就院舍的環境去談 她就不肯見我 就說 不如你找一下羅志剛 那我就找了羅志剛談 其實大家都知道羅志剛說什麼 她這兩天也有說 就說 要增加到16平方米 很多老人家會要趕出街 要睡街 那些安老院舍要收拾 差不多 那有多少人家裡有16平方米一個人 還要嬉皮笑臉這樣說 還要嬉皮笑臉這樣說 那這個政府呢 她說是有個新思魂 她說 每關外 她會為我們香港人呢 去盡力改善我們的生活 但是我們香港人呢 現在連普通的居住 都要在一些劏房 在一些很狹窄的地方 然後去到最後的階段 我們真的 治理能力都沒有了 那就要送進去這些 這樣的床位式的 這麼狹窄的軟石 我不需要多說 我們去探訪 我們拍照 出來的這些 我知道我昨天給林鄭看的一幅 是我們最近去一間甲一院 就是政府買位的甲一院那裡拍回來 當然我承認是偷拍的 我不會說是哪一間 或者我們也不會有任何人的樣子出來 但是這個環境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9.5平方米的甲一院 就是這樣了 我是挑戰林鄭 她今天已經作為特首了 如果她昨天回答我說 她在十幾年前的處長徐筆 即是當年她做社會福利處處長 她就很喜歡發表 她就像今天的高官有些妄誌 她寫了至少七八篇是關於軟石 她證明她很多年前已經認識這個議題 以及覺得要改善 她做了這麼多年官 三十幾年官 她社處處長 發展局局長 政務司司長 她說今天貴為特首 如果她做到特首 她對老人院都搞不定 她拜託她不要做了 三十幾年她已經關注了這個議題這麼久 她認識這個安老院社殘疾院社的問題這麼嚴重 她做到特首都做不到 她昨天怎麼回答我 她就有很多困難 老人家又要趕出街 那些地方又不夠 那些院社就要倒閉 如果她去到這麼多年的高官 做到特首都對這個議題是束手無策的 麻煩她過腦歸田 她連老人家 長者的院社她都解決不了 她有什麼解決得到 她可以幫香港人爭取到些什麼 在政治上她只能夠跪下 在民生上她說 無可奈何 麻煩她回歸她 她做什麼特首 所以我 我和邵家俊議員 我們都會 我們在約著林鄭 我們昨天已經出了信給她 她昨天公開說可以約見我們 我們就挑戰她 她有什麼願景 在這件事裡 她怎麼樣會為香港人 去改善我們的院社的環境 和照顧 一個這麼根本的需要 我們香港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這麼多年是世界級的城市 我們有錢多到不知道怎麼用 要走去亂派 政府不斷滿寫一些盈餘 然後她可以跟我們說 不好意思啊 我們的院社的環境就是這麼差的 我也沒有什麼辦法 因為呢 一改善那些老人家就會扔出去 一改善那些院社就要倒閉 一改善那這盤生意就沒得做 麻煩她夠膽就跟香港人講清楚這件事 我們現在又不是要拿她權 我們現在不是要去搞什麼政治鬥爭 我們是想香港人到臨老 都變成殘疾的時候 有一個合理一點 人道一點的環境 有一個合適一點的照顧 有一個基本需要得到照顧的 那一陣子我們再可以 再跟各位朋友講清楚 那個八加八的方案 是一個絕對合理的方案 不是奢求 所以我的訊息很簡單 我就是挑戰這個林鄭這個政權 她如果是有新思維的 她如果是為香港人 我們現在不是跟她說什麼爭權奪利 我們在說一個合理的院社環境 合理的照顧質素 麻煩張主席議員 我們請邵家俊議員 說幾句 關於八加八方案 麻煩 好啊 早前我在答問大會 我就問林鄭 我說 你的母語是什麼 她就說 不回答這個無聊問題 然後她就有一次不回答 兩次不回答 三次不回答 接著我就說 林鄭月娥三次不應母語 yum 他有一個第一次機會 她在ласт鎬家當處長 他沒有解決 他有第二次機會 當梁振英政府的時候 他做了政務司司長 他沒有解決 現在有第三次機會 他做特首了 他要解決絕對是有權力 有資源 絕對是可以解決的 我第一個期許就是希望林鄭月娥特首 不會三次不解決劣質軟舍的問題 對於劣質軟舍的現實 要回應羅茲江 羅茲江是一個歷史很難遇到的一個特別的官員 因為他做過學者 他做過議員 做過政黨 現在做的是問責官員 同時他做過很多很多研究 我手上拿了一個研究 就是羅茲江作為首席研究員 這個叫做長者軟舍住宿照顧服務卷的可行性研究 是政府委託羅茲江博士 在2016年發表的 他當時也是言由在意的事 在研究報告中 跟羅茲江局長說的事 有甚麼不同呢 羅茲江博士 在2016年發表的時候 他很清楚 私人安努院是因為每年政府 那些私人安努院裏面有八成的宿友 是拿中援 中援的金額大概是五千多至八千多元 連上那些所有的料片費 奶粉費 五千多至八千多元 即是那些軟舍 他只能拿到五千多至八千多元去經營軟舍 於是羅茲江博士在當時的結論 就是說 其實在這麼低的情況下 沒有甚麼有因可以鼓勵到私人軟舍 去改善服務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他也看到 其實有不少的軟舍 私人軟舍 有不少的私人軟舍 其實是未鑽滿人的 只有八成左右的安努院是鑽滿人的 餘下也有兩成的 即是未鑽滿人的 這些都是在研究結果裏面 清楚地說明出來的 第三點就是 有不少的長者 寧願排三年至五年 去入住資助軟舍 都不願意去入住私人軟舍 原因是因為私人軟舍的質素太低 他對於私人軟舍的劣質問題 他真的很清楚 這個研究是2016年 他作為首席研究員 去研究出來 到今天 當他說 我們面對劣質市場的時間 這個劣質市場 就是香港政府一手做出來的劣質市場 如果這個劣質市場是現實的話 這個現實就是由羅志剛 他在研究裡面發言出來 就告訴我們 是由香港政府的一些失職 或者過往一些福利政策的不善 去製造出來的 第一點 第二點 今天 就是羅志剛局長 他還不單是製造現實 他還製造恐慌 他製造的恐慌就是今天 現在 從幾天開始 你會看到 短時間 不斷有這個恐慌 就是 總之會有 很多 提升軟舍質素 是需要的 但是如果我提升的幅度 稍為大 就會有很多 長者的院舍 或者殘留院舍會倒閉 接著會有多少千的人 多少萬的人 就會被人拼出門外 接著就要流浪街頭 接著就不知悠悠地死去 由羅志剛說完之後 到今天林政才說 其實 一條就是 Official Line 一條就是Line 這條就是 不是紅線 這條就是道德的恐慌線 就是製造一個恐慌 我們剛才說了 其實 有兩成的軟舍是沒有 是空置的 兩成的縮位是空置的 你想想 究竟這個震盪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呢 有兩成是空置的 你可以減空置的 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現在 還有兩年的時間 去處理這個 軟舍修令條例 過了兩年之後 還要用兩年的時間去修例 就是說 這件事本身都有四年的時間 這四年的時間 其實已經可以做到一些 一些調控 是不是 如果有長者離世 或者是離開 我們這位 根本就可以 不要再入人住 慢慢慢慢去 調教一下 這個問題 何況 我們說的是兩個階段 的過渡性方案 我們說的是 新的軟舍是行16 即是8加8 而在現存的軟舍裡面 我們要給它時間 去調升到9.5 給時間的意思就是說 究竟是兩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這個是可以大家一起討論的 可以公眾諮詢 或者不是說 我講完之後 明天就要走 於是乎 明天就立刻出現了一個問題 而這件事 在我們的方案裡面 寫得很清楚 無論說 無論我們在會議上面說 還是對住立法會裡面說 還是我們寫文章去說 其實我們講得很清楚 這個是一個 有過渡性的安排 但是 局長呢 不知道是故意還是無意 就是一直都沒有說過 過渡性的安排 就說 很多人就會出 然後就問 你想怎樣 這個問題 我覺得 如果是有心的話 這個是製造恐慌 我覺得 現實是它製造的 恐慌是它製造的 我希望 出路也是它製造的 好 謝謝邵家俊議員 我們都想 有少許時間 在團體發言之前 說多一點 八加八方的合理性 麻煩張超龍議員 可不可以 為記者朋友 為公眾 介紹一下八加八的重要性 其實八加八的意思就是 八平方米是寵室 另外那個 公用空間 包括了廁所 吃飯的地方 活動的地方 和寵室的比例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說八加八 其中我們考慮的就是 應該符合設計搜冊 設計搜冊 設計搜冊 就是我們現在建築物條例裏面 就著無障礙的要求 的一個法定規例 就是所有的公共空間 應該符合設計搜冊 我們建屋是應該 是應該符合設計搜冊 也有院舍的實務搜集 也要符合 包括了老人院和李慧珊就院 裡面有什麼要求呢 譬如說 他們用的床 要用醫院床 是2000毫米長 乘950乘750 那麼這個要求 我們八加八的方案是做得到的 政府建議那個4.7 這個是社署 他畫了一張圖 寵室是4.7 乘2即是9 即是9.5 對不起 9.4 不過即是9.5 他們就建議寵室是4.7 我們就建議8 他是做不到這件事 他那張床是150 我們是2000 第二就是 那條路 是不應該少得過1200毫米 那這個是設計搜冊那條要求 政府的方案做不到 我們做得到 另外就是 他那個 在走廊的盡頭 也都應該有一個不少於1500毫米的地方 是被輪椅轉動的 那這個輪椅轉動的空間 八加八是做得到的 政府那個方案是做不到的 另外就是 在設計搜冊裡面 要求一些用白手像 即是失明或者是 事力受損的人 他的通道應該不少於1200毫米 那這個 亦都是同樣 我們做得到 他做不到 另外就是 其實輪椅使用的 當兩個輪椅使用者並行的 一些小路的闊度 亦都是1200毫米 那他做不到 我們就做得到 對不起 兩個輪椅使用者是1500毫米 那我們做到他做不到 另外就是 用輪椅人士使用的小路 應該不少於1200毫米 那又是 我們做到他做不到 而最後就有一個 電動輪椅的轉動位 建議是1800毫米 那同樣 我們的房間設計 是做得到 有一些空間 是可以容許電動輪椅轉動 政府那個方案是做不到的 還有在院射條例 院射的實務守則 也都建議 每個住客 應該有一個 床頭櫃和一個衣櫃 政府自己提出的方案 都擺不到兩樣東西 他只可以擺一樣 而我們建議 那個拜家伯 擺到一個床頭櫃和一個衣櫃 很清楚顯示 我們的方案和政府的方案 的分別 在這裡 謝謝張聰宇 我們接下來就會邀請一些 團體的代表 去表達他們對於八家伯方 或者是政府這一陣子的 一些言論的意見 我想先請護士的 護士專業的代表 朱衛芳女士 各位你們好 我是一個曾經在老人院舍做的姑娘 我所見到 因為我做的那個院舍 他就有較大的空間 他真的可以做到好像八家伯 他那個房間裡面 只是有洗澡房 也都有露台 還有床和床之間有很大的空間 其實在2015年 衛生署的一個發表 關於老人院舍的衛生的問題 他講到 如果我們每張床之間 至少有一米 才可以預防到空氣傳染 和一些病菌的傳染 所以如果一些長者 他們是在一些老人院裡面 長期的睡覺的話 他們是需要有一個更大的 在床之間 是需要更大的空間 去預防有病菌的傳染 因為其實 在老人院院舍裡面 有不同的病人 譬如他們有老人癡癌症的病人 有腦退化 或者有些可能出院的病人 或者他們會有一些 是有多種抗病性的病人 其實在院舍裡面有很多這些 所以我們都需要預防 在院舍裡面的院內感染 所以這個很重要 另外就是 如果是太窄的空間裡面 其實對院舍的 沒有人家都是很影響的 譬如他們可能是會沒有 沒有一些的 沒有一些的 遺難 他們可能就是 大家很近就在這裡換片 其實到一個長者 去到院舍裡面住 而他要公然的 在別人的面前 換了片 其實都挺尷尬 對不對 另外呢 你都見過 曾經是 有一些的 有些院舍 他們為了減少換片 因為 他們很窄的空間 所以如果是 換片的時間 可能他們會加了一個片心 就不用轉來轉來 病人 但是加片心 代表那個病人 就要在很熱的環境 穿著片很久 也都不會將它轉身 那不轉身的病人 就會有一個壓瘡的危險 那如果這個病人 就是長期餓床的話 那他就會有身體的損害了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那另外呢 另外呢 因為由於那個 其實現在很多院舍 他的空間 他的床邊的空間太窄了 所以就算他們有輪椅 他們都不想落床 很多時候我們 就是看到一些院舍裡面 有些長者 他們會在床邊吃飯 或者在床上吃飯 其實他由朝到晚 都在床上 因為他們不好意思叫人 他們都會轉在床上 然後走去他的廳吃飯 所以其實 如果一些長者 去到這樣的狀況 他們的活動空間 是這麼少 而他們長期都在同一個地方的話 會令到他們的活動能力更加差 他們手腳的移動減少 那也都在醫院裡面 看到很多長者 他們是手腳都僵硬的 是僵硬到緊縮的 其實去到這個狀況 他們的身體會越來越差 其實我想大家都不希望 自己老年的將來 會在院舍的床上 緊縮住 躺在這裡 另外就是 關於 如果是院舍裡面的環境 只是一邊的位置 可以換片 那個工作人員 其實他就是 只可以一邊做換片的動作 如果只是一邊做換片的動作 很容易 由於有些院友 他們越睡就越重 身體 他們可能移動也很難 那些同事 那些老人院的同事 他們去移動 可能只有一個人 因為只有一邊 長期這樣做 其實都會影響他們身體的狀況 所以為什麼老人院的院舍 這麼難請到人呢? 因為其實如果很容易 身體受傷害 他都會選擇另一份工作 不用自己受傷害 對吧? 另外呢 就由於這個 這個工作的環境這麼差 所以他們盡量 可能都會少去移動那個病 那個院友的 另外也都知道 香港其實有 都幾百大部分的 幾大部分的 是C型安老院 差不多去到六七成 所以如果今天不改變 將來我們的院友 可能會成為另一班的病人 要需要去到醫院去處理 另一方面呢 就是如果今天不改變 這個惡集就會越來越下去了 那為什麼不今天去改變呢? 也都是之前有一個 就是見到這個 就是我們的財政預算案 有預算案是給安老服務 是講語言治療的 那我希望呢 其實除了語言治療之外 我們都需要監察 私營院舍的狐狸服務 因為是去監察狐狸服務 那才是真正可以幫到我們的長者 是去安居樂業 在我們的院舍 那其實呢 每個人都可能有一段時間 在人生裏面 都會去到院舍的 因為身體的退化 家人未必可以照顧到 所以我懇請政府呢 是今次藉著這一次機會 大刀闊斧的去改善 是的 還有呢 好像這個計畫一樣 是循序漸進 我們不是困逼 我們但是呢 看見這個問題的出現呢 需要呢 就是立刻去改變了 因為就是見到這麼多長者 就是不少的長者 就是六七成的長者 都是一些私人院舍 那見到一些老人家是這樣 其實自己都很難過 因為自己都做不少是老人家的院舍 那另一方面呢 我都曾經做過一間非常好的院舍 那在裡面呢 其實是見到 長者是很開心的 他們有很大的空間 他們就算是出院 他們都很少院內感染的 還有呢 都有很多私人的空間 在院舍 在這個 就是在我做的那間優質院舍裡面呢 也都見到呢 就算是有性格的問題的長者 或者有脾氣的 或者是 那些長者 他是有很大的需要 其實都可以迎合到他的需要 也都有很多個活動給他們 所以其實如果要做到 就是老有所養 那我都希望呢 政府去去 就是注重這個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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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姑娘 那我們都事不宜遲 邀請其他的團體代表發言 那呢 想邀請嚴重致障人事家長協會的 李朱鴻先生 謝謝 各位 其實這陣子政府呢 經常都說 如果加到8加8 即是16平方米 就會很多的院舍會 供應不足 或者那個空間是會有限制 但其實我們看看 審計署第63號的報告書 第73號 他是很清楚寫了出來 安老院的護理安老院 縮委提供的空間和遊走 那個遵坐安老院 那個住客的人均面 即是17.5平方米 那個合約安老院 是20.08平方米 即是說 其實現在那個 政府資助的院舍 或者合約院舍 其實是完全不受影響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政府 不斷強調 會影響那個輪候的隊伍 是的 跟著就是 其實現在說 很大的聚焦就是安老院舍 但是這次修例 其實不是單止是安老院舍 產生人事院舍 都是同樣地修例的 所以我們看回 現在60至80歲的 嚴重智障人士 其實是有470人 是住在裡面的 假設我們的子女 15歲排隊 排17年 32歲 即是說 我們其實 我們的子女 是要住40幾年在裡面的 嚴重殘疾人士護理院 60至80歲以上 有206人 如果我們繼續容許 現在這種 這樣的劣質服務 存在的話 趁著現在我們 等到追到政府 願意修改 他們的人均面積的機會 我們不去爭取的話 其實我們是很 很對不起我們的子女的 我們看回 為什麼那些私院 這麼強烈地反對 去修改那個院士條例 去到8加8 現在 今早早 林靜財醫生 他在千禧年代的時候 說 有2萬7千個長者 住在裡面 很大部分 是拿中援 據我的認知 其實現在 八成的長者 是拿中援主案動員的 涉及那個 間接性政府 給私院的公帑 是涉及1億6千2百萬 1億6千2百萬 你們想想 政府的工作小組裡面 有3個私院代表 他們願不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 去換回一些有需要的人 有些有尊嚴的質素生活 漢橋之家 8個月 死了6個院友 我們的家長 我們的照顧者 我們的親屬 願不願意見到 這些事件不斷地發生 我們不希望這樣 所以八加八方案 其實我們現在 在追求最低的標準 中國政府簽了聯合國殘制 李公約 是對國際社會的一個承諾 一個長者護老院的縮委 其實是代表長者 已經是一個殘制人士 我們是否容許 香港政府不履行 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的承諾 是否繼續容許這些劣質的院舍存在 和政府利益輸送這每年一億多的公帑 去這些私營院舍的手上 我希望各位可以認真地考慮一下 到底我們現在為何要這麼強烈地堅持八加八這個方案 不要讓政府情緒勒索我們 為了一個縮委 而放棄了長遠的質素 我很想說 現在我們逼到政府修例 下一次再修例的時候 真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大家願不願意繼續 讓我們的親人 在這些環境裏面 繼續過他的下部箱 好 謝謝李之鴻先生 我們另外也請三位 安老服務昌導聯盟的代表 我先請王阿賢先生 謝謝 好 我是安老服務昌導聯盟的 黃阿賢 我以下有三點的重申聲明 一 我有五點 一 安老院現在必須做到以下的五大功能才能 才能做到安老 現今的條例 根本都安老院名不顧實 都不知道怎樣可以做到安老 一 我們要有自立支援 院舍必須提供長者康復照顧 有識次性的康律 康徹師 和用人手提升長者生活能力和治理能力 二 妥善照顧 院舍要有合適的持續的生活照顧 三 要有質素的社交 四 院舍生活必須維持長者有足夠的質素 人際接觸和社交的生活 四 心身健康 長者住院不單止有食有住 為了生存 還要有生活以外有質素的生活 五 要持續學習 院舍長者仍有學習的需要和能力 是 條例修正必須滿足以上五大功能的目標 以及要討論的基礎 好 謝謝 謝謝王議員先生 之後請鄭清發先生 安卓人第二個要求就是 護腦不是一個業務性的工作 合理的薪酬和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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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應該有的條例之外 其實不應該是一種消極業務性的補償 修例其實是要努力製造一個好的條件 去提升護腦照顧者 他們的正面的面向 和滿足他們的一些工作感 例如我們只要改善院舍的面積設施的硬件 加強長者多些康復自立的訓練 長者活動和自我照顧能力提升之後 員工其實對工作的負擔減少了 同時令到照顧者都覺得在裏頭得到滿足 這個何樂而不為 人軍面積的修例的議題和人手比例 其實是息息相關 環環相扣 我們不能夠短視和斬件式去處理這件事件 好 麻煩你鄭清發先生 最後我們請了林祝佑先生 是 我們安昌聯是嚴正譴責 政府和部分的媒體一而再 再而三 以種種議員的藝術 選擇性隱瞞民間方案的可行性 誇大不會出現的問題 試圖將扭曲的現況 塑造成不能改變的現實 恐嚇公眾 作為政府逃避責任的藉口 院舍條例自從1996年至今 22年才首次修訂 在這段期間 長者不斷為嚴重滯後的條例和執法 向所謂現實的低標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這次修例是要確保長者得到應有的服務質素 而不是繼續要長者調低自己的需要和期望 出賣應有的服務和生活質素 再次又再次遷就政府 因為政策錯定 資源錯配 無良思遠的唯利仕途 而造成的所謂現實 周邊的地方 好像日本、台灣都有定立明確的安老政策目標 逐步改善 讓長者真正安老 政府今天沒有定立目標 沒有起步作規劃 二十幾年後再檢討的時候 依舊會面對一男子現實的困難 而推堂不作實際的改善 特首在參選的時候強調 是與民同行 與民共議 眾聆聽 但是當選之後 有多少重視我們這群老香港 願意聆聽我們的需要呢 院舍修訂影響廣泛 不能夠只有工作小組 閉門造居 政府必須就各種條例的議題進行 公開的諮詢 搜集和回應民意 今天的種種 是政府一直對安老政策拉布 拖著大量政府應該做而未做的工作 引致的惡果 我們嚴正的責成政府 是時候去債務重組 承認一切拖欠長者一個 確保長者 真安老的院舍條例 要他們有具體的時間表 路線圖的底下 怎樣去還掌者這一筆公道的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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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後請職工盟社區 及院舍照顧總公會的主席 張慧蓮女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一個前線的照顧者 本身我現在很幸運地 我都在做在資助機構的院舍 但是我們的院舍 因為在轉型中 其實我們的空間是比較狹窄的 我從事這行二十六年 由我入職的時間 我們的院 只有兩成的老人家 需要我們去護理的照顧 到今天 我們是有八成以上的老人家 需要我們護理的照顧 但是這個院務條例 那個人手比例裡面 同樣也是遠遠追不到現在服務的要求 如果今次的修訂 不同樣去檢視人手的比例 大家就算有空間 也都是沒有服務的 還有我希望那些尊貴的官員 尊貴的議員 請他們在受過高深的教育底下 清楚去檢視他自己說出來的語言 我們今天這幫前線的照顧員 去服務的老人家 是曾經為這個社會作出貢獻的 我們不是去照顧一些厭惡的事情 請他們不要每天都在這裡說 這個是厭惡性的行業 不要去侮辱我們被照顧的人 我們是很尊重我們的院友的 受過高深教育的人 應該是這樣去說的 多謝大家 謝謝張蕭議員 我們各個團體都發表了他們的意見 其實我們今天除了議政事聽之外 我們有一個邀請 對於羅志光局長和林鄭羅特首 其實我們有一個邀請 就是想邀請他們兩位去親身體驗一下 這些私營院舍 9.5平方米 其實是一個怎樣的生活的環境 我們希望邀請他們進去一起住 我想請我們的朋友 一齊來拍一張照 就是代表我們一齊去邀請羅志光局長 和邀請林鄭月娥特首 去入住這些9.5平方的院舍 如果她覺得9.5平方米 是一個適切的居所的話 請她和其他羅人家和其他殘疾人士 一齊嘗試一下住一下這個地方 如果有些朋友可以一齊過去 作一個邀請等傳媒朋友 可以一齊去拍照 好,我的最後口號 微調面積不理想 微調面積不理想 劣質卷社需取替 劣質卷社需取替 政府愚龍大眾 政府愚龍大眾 無視民間過渡方案 無視民間過渡方案 容讓商家損害公眾利益 容讓商家損害公眾利益 政府大頭壓低人均面積 政府大頭壓低人均面積 微調面積不理想 微調面積不理想 劣質卷社需取替 劣質卷社需取替 好,那我相信大家都已經拍完水了 請大家傳媒幫我們發放一個訊息 就是我們邀請林鄭月娥特首和羅志光局長 去入住這些9.5平方米的私營卷社 如果他覺得真的這麼好的話 請他和老人家和陳佳人士一齊去住 看看經驗是怎樣 才好告訴我們 這個是怎樣 我讀到那個請假 好,我們讀到那個請假 我讀到那個請假 好,有沒有哪位可以幫忙讀 好,我們是第一個就是致留報告局長羅志光 另外一個就是特首林鄭 我們說 緊定於2018年5月24日開始 入住審室9.5平方米的院舍一個月 無以掌者殘疾人士需要高度護理符抱的情況 親身體驗他們的生活處境 供請以身視為良知體驗 即時供候,隨時入住 那下款就是永別康橋劍橋工作小組 和安律服務倡導聯盟 好,好,好 好,謝謝各位,請可以就座 另外我們知道有一些長者朋友 有一些補充的 那Miu是否想補充幾句 是 剛才有你們議員說 政府是這樣說 如果要到那些私院收拾了的時候 很多老人家都要去睡覺 但我不認為是 因為這些是他們老闆的資產來的 他絕對不會是放了出去 就算他們或者營運不是那麼理想 即是他的收入對他們來說不夠理想 是請人那方面是艱難的 是其中一個原因之一 但是他都會去拿著這些資產 去轉移去給第二個院舍 或者其他老闆 或者他再重組他的董事局 再入股下去就可以的 因為我見過是有執覺 但是我沒見過他有出道新聞 是那些院友要去到街 或者有家的家屬要呼籲任何東西 那證明這些真的是他們的資產來的 怎麼會這麼捨得這麼亂丟呢 第二,我也都見過院舍在第二個區域 是換了一個招牌 仍然是一個院子 那你說呢 那他或者老闆賺夠了 他真的要退股呢 那他可以重組董事局 這個絕對不會的 有哪一樣東西的生意是這麼好呢 因為基本上絕對有市場 只是在乎你的荷包 夠不夠錢拿出來去做 去做吧 是不是 那如果 我覺得在座 如果我們合資 都可以做一間 無飯出來的都可以的 這件事 我覺得是 這件事 大家真的要很多 要留意一下政府所說的話 實在不是很真實 不可以這樣 大家就這麼隨便去相信這件事 好 謝謝Miu 那想問一下記者朋友 會不會有提問的 沒有 有沒有提問 有沒有提問 沒有 之後再問 如果 對 如果 如果有提問可以之後再問 我們再再也有兩位朋友 曾經 甚至乎現在 都是 住在一些殘疾院舍的 或者 安老院舍的 都可以接受訪問 都 歡迎記者去再追訪 那 今天的 記者會 就在這裡完結 那就 謝謝大家 謝謝